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子时评 我经常听别人说 中国人的数学学的比西方人更好 中国学生到了海外的学校 那么数学成绩都比同班同学要高很多 而觉得他们这些学都是小儿科 我早就算出来了 我甚至都不用计算器 心酸就能算出来 所以说这就证明了 中国学生的数学学的比西方人更好 但是这是事实吗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迷思 很明显不符合常理 因为数学是所有现代科学的基础 那如果现代科学最发达的地方 都是在西方的话 那么为什么中国数学学最好呢 中国的基础数学 基础科学 为什么差西方差得这么远呢 所有的计算 所有的应用 所有中国的科技发展 所需要用到的这些基础研究 这些基础的理论 甚至基础的计算工具 技术全部都是西方的产物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说法很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 但是大家都这么讲 确实我们看到身边很多的学生 数学就是比老外好 但是这只是一页账目而已 我看到一个影片 有一个人一看就是专家 他解释出来了 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数学 其实学的并不比西方学生学的好 而且到了大学 基本上中国的留学生 学数学的全军覆没 剩下的学的好的都是老外 我们看看他怎么解读的 除了数学计算 中国学生干不过美国人 干过美国人几率太低了 我现在不让学生学数学 因为学生的太多了 我学数学的学生 几乎百分之百 在研究生都转别的专业 因为学不懂 UCB的数学 UCLA的数学 俄大的数学 去了之后 努力 四年 GPA2.4 老师 诺贝尔科学奖 物理学奖的得主 给他们上课 不是不努力 是真的不会 预算 中国学生世界顶尖 科技竞赛 中国学生一等一的强 从小追求一件事 数学做完做题 后面等于多少分 论计算 我们一等一 美国学生 上面对应的是ABCDE 就是他对应的是数学程度 能够用A公式和B公式进行替换 共同对应出一个结果 他讲的是数学逻辑间的对导 中国学生本科去学数学 或者研究生学数学 他只要把所谓的申请分数达到 GTA多少分 托付多少分 SED多少分 或GE多少分 他到了 就进去了 但进去之后 什么都不会 原因是底层教育没有做好 这是最大的区别 人家不考计算 因为计算的是 靠计算机完成的 他不需要你计算 他需要你去分析和推测 中国学生不会做这个东西 中国学生学数学 单纯是为了做好计算 但是离美国人 美国大学所要求的数学 差得很远 这位博主讲得非常好 对吧 他讲的说 什么是数学 数学不是计算 计算只是数学当中的 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中国人 花了所有的精力 去研究怎么计算 甚至学心算 一二得二 二二得四 二三得六 整天背这个 我们从小都在背 背这个在生活当中 确实有用 我们去找钱 经常有人开玩笑 说到了海外 然后你给他钱 他找你多少 他要计算 他不能用心算算出来 但是一般的 我们从小背 加减乘数法 就能够算出来 很明显 对方不重视计算 因为计算是数学当中 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有计算机就好了 啪啪 用手指一按OK出来了 对吧 中小学的基础教育 最主要学的就是计算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学生在计算上边 超越西方学生 到了海外 觉得你们学的太差了 你水平太低了 因为你最重视的一个领域 正好恰巧是 别人最不重视的领域 而这个领域又恰恰是 整个数学的研究当中 最容易的一块 但是一到高等数学 进入到分析和推测 需要创意的时候 中国学生就不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学生到研究生阶段 基本上数学都不行了 完全学不过外国学生 而且根本就学不懂 这是他讲的 对吧 那你可能说 这个人算老姐 他说的话就算数吗 那好 咱们看看 另外一个 全球数学界的大咖 就是邱成童 他是香港出身 在哈佛大学任教 后来他又去中国 培养中国的年轻的数学家 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数学研究中心 他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 看看他怎么说 他的说法跟这个说法几乎是一样的 他也同样的驳斥了外界的一种传闻 所谓的中国学生的数学 基础数学要比西方学生好 这根本就是错误的说法 是不懂行人的外行人的说法 他在北京师傅大学附属中学 北师大附中的一个演讲当中就讲到了 说很多人认为中国学生的数理化 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 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更加扎实 只是创新能力差一点而已 连这一点邱成童都说 根本就是错的 说这是可怕的自我麻醉 他说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 学的有多好 他说他的原话 他说美国的学生真的好得不得了 应该这样比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能够进哈佛大学的学生 那肯定是这两个国家最好的 但是这两类最优秀的人当中 去相比的话 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 绝对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 相反是要强很多 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数学家 而且也是中美两国都非常认可的教育家 他的说法 而且他提到一点很重要 就是中国年轻的学生 特别是中小学学生 他们整天死经被整天考试做题 确实很不容易 比西方学生 比美国学生要认真的多 但是呢 你全部都是为了出人头地 那么你都是为了这个考试 所以你被灌输的这种填鸭式教育 要比外国学生 比美国学生多得多 导致什么结果呢 到了大学 你对此兴趣全无 你就是为了考试吗 你不是因为兴趣 所以当你学到更深的时候 你就学不下去了 但是美国学生不是 美国学生真的要进入大学 去学一样东西的话 是真的他是兴趣所在才可以去学的 所以说他会更加认真 他说到了初三高一以后 美国小孩的用功程度 并比中国学生差 美国学校不是用考试来训练学生 而是很注意他们的基本能力 他说我看到很多好的美国小孩 他们到了高一高二 才开始发挥热情 拼命去念书 以前小时候 上小学可能基本都是玩了 这才对 就是应该培养自己的兴趣 在玩的过程中 培养出了兴趣之后 朝这个兴趣去进发 而不是从小学开始就不停的做题 以至于邱同诚说 到了大学之后 这些美国学生 不会觉得学问是枯燥的 他说美国的名校 他去过很多 而且在很多学校任教 念理科重要的学科的时候 这些美国学生都非常用功 花的功夫绝对不会少 往往是念书念到两三点钟才睡觉 而中国的这些小孩 因为他经过了小学跟中学这种折磨 每天这么晚睡觉 为了考试 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 结果他到了大学 丧失了追求学问的兴趣和热情 纷纷的学什么商科去了 学金融去了 学怎么赚钱去了 当然也有学工程的 相对来说 学基础科学的 像数学这样 化学这样的 就变少了 而且学也学不进去 往往都会到了研究生阶段 就不可能再进步了 这才是中国教育跟西方教育 对比的真相 所以不要再讲什么 中国学生的基础教育 基础知识更扎实 好像看不起西方的教育体系 但实际上西方教育体系 却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 这些人才 都成为世界顶尖的数学家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物理学家 化学家 等等等等 拿了那么多的诺贝尔奖 再看中国 改革开放都40年了 除了一个图悠悠 拿了一个医学奖以外 一无所获 所以这时候我明白了 不要一味的鼓吹 中国的小学教育 基础教育有多好 说这些没有用 关键看 到底能不能成才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 公子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